好 接下来继续关注人工智慧AI跟医疗结合 美国试验以脑深层的电刺机来治疗忧郁症 在大脑植入电极 前胸埋至电流装置 调节大脑的区域 那么报道一开始也是另外一个利用AI来做准确侦测的新发明 用力对着麦克风咳嗽录音 肯亚有团队正在开发一款能准确诊断出肺结合的AI应用程式 透过大量的样本训练软体分析 判读 究竟是一般咳嗽或者其他严重疾病 肺结合的主要传染途径是飞沫和空气传染 由于症状和感冒类似 容易被忽略 因而错失治疗时机 或是在这段期间传染给他人 这名男子也没发现染上了结合病 直到接受筛检 根据卫福部 结合病在开发中国家尤其盛行 在台湾则是一年四季都有病例 是一种全球性的慢性传染病 目前这款应用程式检测出结合病的准确度为百分之八十 检测没有结合病的准确度为百分之七十 还没达到世卫组织的标准 医疗工具越来越多 在美国对于身陷重度忧郁症的患者来说 新的治疗方法也有望在短期内获得批准 目前已被用在治疗帕金森氏症和癫症等其他疾病上 美国的医疗团队正在测试 医脑深层电刺激治疗忧郁症 认为最终有望帮助近三百万人 艾米利·霍伦贝克是最先监受实验性疗法的受试者之一 护伦贝克因遗传经济因素罹患忧郁症 之后又经历失业父母亲身一次次的打击 几乎让他动弹不得 即便目前已取得心理学博士 生活看似不如正轨 但他表示疾病人像是黑洞一样 在几乎尝试过所有疗法后 在三年前决定再努力一次 这个手术进行时病患必须保持清醒的状态 这样医生才能随时和病人互动 确定各项功能都正常 手术透过在脑部的深处 直入一个细长的电极导线 并在前胸埋制一个脉冲刺激器 利用它来发出电流 调节大脑掌管情绪的区域 霍伦贝克表示手术完效果几乎是立即性的 但并非医疗永逸 还是需要药物等控制 现在会定期透过远端设备发送数据 并且录制影像回答关于情绪上的一系列问题 偶尔也会进入实验室 让研究员对于动态能力进行追踪 尽管部分医生对于这样的治疗方法 保持怀疑态度 指出有出血中风或感染等潜在并发症 但对霍伦贝克来说 终于有机会体验正常生活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